骑在路上车子突然向右偏 龙头往左车子失控左右歪斜 下一秒骑士惨摔在地 一路往前滑行拖行 在地上滚了一圈 究竟车子怎么会出事 原来骑士根本是单手骑车 一手还拿着美味可扣的馒头 谁就往回道 停等红灯赶紧拿馒头果腹 绿灯了再塞进袋子里 但没吃没力气骑车 骑士继续品尝馒头 结果单手骑车的下场 摔个四脚朝天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西屯区 附近店家赶紧上前关心 将他车给牵起 幸好伤势不严重 另外在新北市三重 驾驶慢慢靠外侧 这时后方机车打了方向灯 但阿姨却低头看手机 下一秒 完全没刹车猛力撞上去 人车瞬间横倒马路 白车违规停红线 结果骑车阿姨也没注意前方路况 双双犯错导致意外 同样撞很惨的还有她 桃圆扬眉一处小巷弄 驾驶探头开出停车场 没想到骑电动车的阿贝 忽然狠切冲过来 结果 阿贝瞬间腾空往前喷飞 他把一桶水全都洒到半空中 自带水滑特效 不过双方对错 网友看法两极 不管如何开车骑车都要专心 继续为林多云轩做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